当你醒来时 突然发现时间静止 你会做什么呢 这个小伙就很变态 他抢了一辆自行车 然后一路骑到一辆公交车上 将一个女人带到海边拍照 而这样的故事 就发生在我国台湾省 女主叫小琪 从小就是一个急性子 做什么都比人快一步 合唱的时候抢拍 跑步的时候抢跑 游泳时 老是刚预备 她就已经在水里了 看电影的时候也是如此 明明笑点在下一个情节 她却提前笑出猪叫声 拍照的时候 也都是比照相机先闭眼 从来都没失误过 转眼就三十岁了 每天都早闹钟一步醒来 由于性子气 一直没找到男朋友 看着漂亮同事每天的追求者 小琪羡慕极了 漂亮哦 你看这行材 一看就是很乖啦 有男朋友了啦 人家死会了 还没有关系啦 还没有嫁都可以啦 小琪的客户只有一个怪咖 每天都会来邮局寄封信 不过小琪对她并没有什么好印象 因为她寄信都是选择最便宜的平信 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业绩 还觉得男人有点烦 你干嘛不去头又头 下班后 小琪看到路边一群人在跳广场舞 便在一旁蹭了起来 就在她陶醉于广场舞的快乐时 那个教练走了过来 不仅把她拉进队伍教她跳舞 还对她进行了一番彩虹癖 你的装画得很好耶 流汗都不会掉 没有化妆啊 哎呦 难怪那么自然 天生立直啊 什么什么 小姐啊 这是我名片 非常我的正直啊 不是做这个的啦 那你做什么 我是在做区块练的 练哪一块 是一种高科技 后有机会再解释给你听 听说小琪在邮局上班 第二天教练就特意跑到邮局办理业务 期间还帮小琪赶走了一个无理取闹的大爷 这番英雄救美 把小琪迷得不行 可她没想到 教练此次目的就是来约她去看电影 这让小琪自己都不敢相信 试探性地问教练是不是进展得太快了 而接下来的日子 教练对小琪展开了疯狂的追求 这是我自己做的 谁看看 不好吃 不要骂我 怎么会啦 幸福来得太突然 小琪一瞬间难以自拔 当晚两人就一起去看了电影 看完电影后 教练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她说自己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 最近院里有个五岁的小女生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但换星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 以她的工资和积蓄根本不够 小琪突然想到 明天正好是情人节 附近的一个商场 会举办一个情侣比赛 第一名会有二十万的现金奖利 其实就是 我去考验啦 还没有很难 教练很配合地 和小琪练了比赛项目 两人打蛋闹闹地练习了很久 还差点没赶上公交车 在车上两人约定 明天一起去参加比赛 教练趁机拉住小琪的手 这让小琪瞬间害羞起来 眼看两人就要 亲在一起时 被公交车突然的急杀给打断了 两人只好尴尬一笑 分别时 教练依依不舍地说了句明天见 回到家的小琪高兴坏了 为了明天的约会 她在镜子面前 换了一件又一件漂亮衣服 由于太激动 小琪很晚才睡着 第二天 却发生了奇怪的事 订好的闹钟没有响 自己的全身都被晒得通红 而且 鞋子里还有沙子 此时她没时间多想 急忙坐上公车 赶往情人节活动的地点 可到了现场时 却发现 广场才零星几个人 于是她急忙询问工作人员 情人节的活动会场 在哪 工作人员告诉她 昨天就结束了 昨天 今天吗 今天是情人节 昨天才是情人节啦 你是怎样 今天是礼拜天吧 小姐 今天礼拜一 小琪越想越糊涂 她慌忙地跑去上班 谢谢 昨天情人节怎么过来 谢谢 跟空气的 遥空气 小琪打开手机 发现情人节的活动 确实结束 一对胖夫妻获得了冠军 就在她一脸震惊的时候 那个记性的怪咖又来了 她和小琪一样 全身被晒得通红 而且还被人揍成了猪头 谢谢 再见 男人的话 让小琪有些错愕 晚上下班后 小琪就到公园 去找那个教练 但教练 却像人间蒸发一样不见了 回家的路上看到警局 便进去报案 说自己的男友不见了 而且自己 还丢了一天 听了小琪的描述 警察觉得 就是情侣吵架而已 所以就调侃地说 小姐 那不是失踪 那是被放鸽子 无奈之下 小琪只好先回家 可就在当天晚上 家里却突然停电了 衣柜里传出 滋滋压压的声音 她拿着苍蝇拍 小心翼翼地打开柜子门 发现里面居然有个壁虎老人 老人拿出很多小琪 以前丢失的物品 其中还有一把她的邮箱钥匙 接着来电了 衣柜里的壁虎老人也消失了 第二天下班 她照常给教练打电话 还是打不通 就在她路过一家照相馆时 发现自己的照片就挂在玻璃上 于是她进店询问老板照片 是哪来的 老板说是一个脸肿的 像猪头一样的年轻人 送来冲洗的 她觉得好看 就挂在店里了 小琪突然想到 昨天来寄信的那个男人 他就是被揍的猪头脸 可最近却再也没来了 此时小琪回想起她 每次寄信的地址 都是038信箱 于是她急忙回老妈家寻找钥匙 找到了梦中壁虎老人说的038钥匙 但她现在还不知道邮箱在哪里 只好一家一家的邮局去找 她从白天找到晚上 最后在一家邮局门口睡着了 第二天邮局开门 她进去后 终于打开了邮箱 里面塞满了厚厚一打信 其中还有一张图 上面有一个秘密基地 她按照图的提示 来到一片海滩 在这里对比了照相馆 拿回来的那张照片 终于可以确定 情人节消失的那天 自己来到这片沙滩拍过照片 在这里 她读完了所有的信 此时她才想起 那个和她一生相反的男人柜台 她做什么比所有人都慢半拍 大家都叫她乌龟 没人喜欢和她玩 她连蚊子都打不到 手表也比别人能慢几秒 地震停止后 她才有反应 长大后 她去开了公车 因为公车限速40公里 很适合她这种慢半拍的人 小时候 她就一直暗恋着小琪 但后来小琪走了 直到上个月开公车时 再次遇到小琪 于是便开始每天到邮局寄一封信给她 目的就是为了多看小琪一眼 为了能在小琪下班 柜台特意申请了晚班 但很快她发现 小琪和教练在谈恋爱 这让柜台有些失落 但她无意间听到教练打电话 这才发现 教练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经常在几个女人中间游走 目的就是片财片色 从那时起 柜台总是在不远处 默默地守护小琪 期间看到渣男要惊小琪 便用急杀来阻止 等小琪走后 她就和渣男打了一架 自己的脸 就是那时被渣男打肿的 而教练也知道 继续纠缠小琪 没什么好处 便把小琪拉黑了 而柜台做的这一切 小琪并不知情 受了伤的柜台 在车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醒来 便发现时间静止了 所有人都站在原地不动 柜台也不清楚 发生了什么 她抢了一辆共享单车 来到小琪 坐的那辆公交车 她移开了猥琐男的闲竹手 还用报纸蒙住她的头 给了两拳 接着她开着公车 把小琪带到了 自己的秘密基地 路上柜台想起 自己小时候和小琪的故事 原来多年前 柜台全家出了车祸 只有她一人活了下来 在医院治疗时 她和小琪是同一个病房 得知柜台只剩自己一人 善良的小琪 每天都会变招法 逗柜台开心 也是小琪帮她从最黑暗的时刻走出来 后来小琪出院 两人约定好要互相写信 但他们不知道 长大后都会去 就约好把信寄到那个038号信箱 小琪走后 柜台就开始写信给小琪 出院后 她就跑去打开信箱 里面只有两封是小琪寄给她的信 其他都是柜台写给小琪的 她也不怪小琪 她觉得应该是小琪的家太远 所以不会经常跑到这里来看信 但柜台还是坚持给小琪写信 来到秘密基地后 柜台就背着小琪下车 在沙滩上 她不停地变换着小琪的身体 给两人留下了一张张难忘的合影 夜幕降临后 柜台开着公车返回 路上遇到了一个同样没被禁止的老人 老人跟她解释了 世界禁止的原因 你应该跟我一样 每天比别人多了几秒的时间 十几二十年下来 我们会比别人多一天的利息 那有没有少一天的 有人多一天 就有人少一天 真的是这样 这世界的事情 你懂得很多吗 不懂 我也不懂 原来老人是小琪的爸爸 当初他和小琪说去买豆花 其实是想找个高楼跳下去 也是在那一刻 世界突然静止了 他就放弃了轻声的念头 柜台问他 为什么不回家 老人说回不去了 离开时 老人拜托柜台 替他给小琪买一碗豆花 柜台给他们父女俩 拍了一张合照后 就把小琪送回了家 他很想亲亲小琪 但又不敢 直到天亮 才在他的额头上 轻轻吻了一下 离开时 还很开心地留下了一句话 情人节快乐 最后 他就到照相馆 把照片洗了出来 经过这一天的时间静止 他觉得是该放下了 他决定把最后一封信和照片 都交给小琪 如果再这样 天天偷拍着小琪 他就要成变态了 于是晒得通红 又被打伤眼睛的他来记性时 对小琪说了一句 谢谢再见 而就在过马路时 突然想起小琪父亲的叮嘱 便准备去买一碗豆花 结果出了车祸 而小琪为了能找到柜台 主动调到了 038邮箱所在的邮局 可等了一年 却再也没收到柜台的记性 就在第二年的情人节这天 柜台终于再次出现 有没有人要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 这是什么 绿豆豆花 什么意思啊 你下班之后 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我觉得又看到没有人的 轻松 könnt 最后